中国队一度在开局掌握主动,第十二分钟,黄博文传球找到杜振宇,可后者的电射被对手们将扑出。 然而,此后,场上风云突变,中国队过多的失误成全了对手的进攻,第二十分钟,布尔哈尼接应任意球,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将球轻松顶进,一比零。 六分钟之后,八盖理由利用中国队还在调整人墙的线细,快发任意球,直接破门,细节上的粗制大业,让中国队瞬间以零比二落后。 而中国队今天虽然也获得了不少破门良机,可临门一脚的功夫依然欠缺,直到比赛进行到第六十五分钟,上三季中超最佳新人黄博文右脚抽射得手,才为中国队帮回一球。 可好景不长,六分钟之后,伊朗本土裁判判了一次张耀昆在禁军内犯规,这个多少有些莫须有的判法,给了主队一个点球的机会,伊朗队也轻松地将优势重新扩大为两球。 最终,中国男族一比三失利,在出征亚洲飞预选赛前,再遭重创。